被妈妈亲手掉的张韶涵,被迫从演艺圈消失了三年。如今36岁的她经过住这样的生活。 最近,张韶涵有在一次翻红的趋势。 上一期歌手节目里,她另辟吸睛地选了首民谣歌曲《阿雕》来改编,结果一口气拿了个全场第二。 想想第一场而言,唱出这首歌的张韶涵,显然更加突显了自己标志性的爆发力场枪。 著名音乐人科尔信夫,就在微博上写了大段的乐评,称自己被感动到眼眶已热。 大家也都纷纷感叹,那个美艳的电眼娃娃又回来了。 节目录制的当天,还正好是她36岁的生日。 头戴皇冠笑容甜甜的张韶涵,仿佛还是记忆里那个总是给大家带来惊喜的少女。 虽然已经36岁了,但张韶涵好像每次出现在大众面前时,都还是一脸娇圆但白满满的样子。 第一场亮相时,虽然只得了第五名。 但节目播出后,张韶涵高光话题就直接登上热松榜前三,这种充满光泽感的服还真是蛮让人羡慕的。 翻看她的照片,发现张韶涵这么多年,还真是颜值和身材都是钟Kip的很好的代表。 最近的演唱会造型,几乎每一套的选择都可圈可点。 连一直以来都是时尚黑洞的皮裤和绑带元素,都被她穿出了青春飞扬的感觉。 Cursuit by Dan的这件男穿片尖格子裙,也被她穿出了轮廓感,时尚感还是很足的。 虽然身高只有158厘米,却经常穿出170厘米的好比例。 之前彩排照中的这一身,就很会搭,利用短外套,格子扇的模式,妥妥把自己穿成了大长腿。 这个套路在遇上真实身高173的唐烟时,也依旧很管用。 机场私服撞山了,却一点没输,完全看不出张韶涵才158。 前段时间手穿了D科G的春夏绣款裙装,也一点没被长裙的款式吃掉身高,反而显得身材玲珑有致。 被大家评论,完全不输秀厂商的迪丽热巴。 而从他微博上发的儿时照片来看,张韶涵应该是属于天生比例比较好的类型。 毕竟从小的腿长就挺有存在感了。 虽然很瘦,但因为一直保持运动的习惯,所以张韶涵其实是属于瘦但不弱的类型。 运动时的照片可以清晰地看见马甲线。 在大家议论他和苏石丁水更瘦时,张韶涵发起地给大家展示了自己胳膊上的肌肉。 引得汪峰都惊叹,你居然有肌肉。 不仅身材好,张韶涵的连夜一直是自然气的代表。 和同样36岁的尚文杰同台,被大家评论,果然还是自然脸更有优势。 和他几乎同期出道,曾经同为台湾四小片后的王心灵。 这两年却因为疑似正容后遗症,每次出镜都会给潮脸疆。 对比来看,张韶涵的脸确实算是一股清流了。 每次Blu出的自拍都很在线,很有一股鬼马精灵的俏皮感。 去年和时尚杂志合作的虚拟专辑封面照,和13年前的预言专辑照合成在一起后,居然几乎安全没变化。 可以说是相当的逆生长了。 平时在微博上,也一直都是一副正能量满满的样子。 虽然这几年慢慢淡出了娱乐圈中心,但在十几年前,张韶涵绝对是当时顶级流量般的存在。 那会儿正是港台艺人最流行的时代,尤其是台湾偶像剧的繁荣,带红了许多明星。 张韶涵出道走的就是这种,先拍戏剧及人气,后发唱片圈粉的模式。 当年的两部偶像剧,让她直接从名无见经传的小歌手,变成了新一代人气小花。 后来成圣追击录制了第一张唱片。 大家才发现,这个在偶像剧里看似若不经风雀性格倔强的女孩,歌唱的居然这么好。 之后连发好几张唱片,每张都爆红,获奖无数。 很明显,张韶涵大红了。 那时候,无论拍什么宣传照,张韶涵都是绝对的大C位, 连遇到了当时人气正旺的周杰伦和潘伟柏,也丝毫不例外。 现在爆红的Angela Baby,当年也只是她照片里的配角。 甚至,2009年北京的高考作文题都是,以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为题,写一篇作文。 所以,第一场歌手成绩出来后,很多人的反应都是,张韶涵唱得很好啊。 还有人直接发问,节目组怕是不太料接张韶涵在乐坛的咖啡。 之前的《八杀慈善业》上,张韶涵抢C位的新闻一出来,反而炸出许多支持的评论,就凭她曾经的地位,占C位难道不可以吗? 的确,在红叶市曾经的地位了。 很多时候好运并不会长半左右,到了2008年,张韶涵的一切都变了。 开始是因为心脏问题,所以去了加拿大治病休养,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传出她要弃养父母的新闻,张韶涵的妈妈更是出来爆料她吸毒。 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虽然张韶涵面对这些传闻,都给出了自己的有力澄清。 甚至去咽读以正清白,但都无法阻挡她人气的直线下滑。 后来,张韶涵的妈妈还拿走了她出道以来所赚的2100万台币。 逼当时正因心脏病休养的张韶涵搬出自己的住所让出豪宅,每个月还要继续支付150万台币的善养费。 这种将家丑彻底办到公众面前的做法,让当时的张韶涵体会到了什么是难堪。 随之而来的是演艺事业的停止,和各种流言蜚语接踵而来。 服帽唱片将她彻底取藏,三年没有再出过任何唱片和电视剧。 当时的台湾媒体在说到张韶涵时,都会在前面家上被骂骂掉的张韶涵。 百善笑为先,张韶涵被扣上了不孝的帽子,负面消息缠身,之前积累的名气和形象一夜之间跌到谷底。 其实,早年因为父亲生意上的失败,加上有严重的心脏病无法工作。 所以,身为家中的长女,张韶涵从小就担负起了照顾弟弟妹妹和养家的责任。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和家人一起移民加拿大,并开始在餐馆打工,洗碗,蹲盘子她都做过。 后来她发现了自己在音乐上的天分,所以经常去海边跑步增加肺活量练习唱歌。 在打工补贴家用的同时,还四处参加歌唱比赛,终于在17岁那年获得了一个第一名,成功出道。 所以一直以来,张韶涵都很清楚自己在现实和梦想之间的,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这种任劲也给了她后来在面对低谷时最好的心态。 人气下滑的这几年,张韶涵依旧状态很好。 创立了自己的天韩音乐公司并担任了CEO,更加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音乐。 。 妹妹张韶涵也来帮她打理事务。 还因为喜欢旅行,努力了快两年,终于在美国买下了一座岛,邀请圈内好友一起去玩。 喜欢唱歌,就继续去参加各种歌唱节目。 每次的表现,还都一如既往的经验。 在这几年的采访中也多次表示,虽然很难,但自己绝不可能放弃。 所以在张韶涵的心里,始终都是有一股力量的。 就像她在演唱《阿雕》这首歌前说的那样,接受平凡,但不接受平凡的溃败。 希望以后,她也可以继续顺顺利利。 张韶涵,英文名,Angela Chen,1982年1月19日,出生于台湾桃园县中立市,成长于台湾及加拿大。 为现金华语乐坛著名女歌手、演员。 毕业于加拿大温斯顿丘吉尔中学。 1994年,张韶涵12岁时移民加拿大,15岁开始参加歌唱比赛,1999年得到加拿大中广流行至新冠军后回台发展。 2002年演出偶像剧《MVP情人》,以演员身份出道,2003年主演《海豚湾恋人》走红。 2004年发行首张专辑《Over the Window》,以歌手身份出道。 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火炬手,2010年担任上海市博会代言人。 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火炬手,2010年担任北京奥运火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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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